不过一个简单的例子 并不能体现出奥莱斯A2535的厉害之处 奥莱斯作为一个全国畅销的轮胎企业 接下来我们会将受众群体扩大 通过采访各个经销商 了解奥莱斯A2535的销售情况 切实反映其市场口碑 那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吧 你好 你好你好 现在整个轮胎市场处于一个低迷的行业 那你们这目前的销售情况怎么样呢 还可以 今天还可以 跟网民比现在 重体来说还是在增长 那挺好的 那我想了解一下 你为什么会选择我们奥莱斯这个轮胎呢 我感觉通过我这几点经验 奥莱斯的市场定位比较确 现在市场好多轮胎厂 它都是在减质量 降价格 但是这款轮胎 质量上面还是会全一样 那我看这款轮胎就是AR535是吧 那它目前在市场的一个质量和用户反馈是怎么样的呢 这个535过这几天的时间呢 实际的反馈率啊 以至于来质量都还比较坏一点 通过它的使用时间呢 也就是说那麽程度是吧 通过它的抗载能力啊 它的修补率啊 这是很重要的 作为一款翻车车来说的话 它如果说那个补胎比较平凡的话 它还是蛮头疼的 所以它修补率 相对于别的品门胎还是很好 你对目前市面上也的确有很多和我们535相似的产品 那你觉得它相对于其他产品有哪些优势呢 门胎好坏 主要体现着一个耐磨 抗刺 对翻车车来说的话啊 因为脱子后面比较烂 像有的人胎你看 像这样的啊 这种石子就很难的卡进去 很多轮胎 它那个花纹呢 就不是这种设计 不是这种设计 它那个石子卡在里面 就容易卡到那个代水层 代水层 如果说时间长了 长时间这个雨水啊 往里面灌溉啊 它就容易生锈 像这带着神一闪 它就这样啊 你就爆胎了 啊 你像这样的 这种设计的话 它那个石子 缠进去的 这个几率就很影响很小 在比在我们说另一个地方 啊 很难的反应下来啊 它那个胎车 胎车 它的比一般的冷胎稍微厚一点 所以说有时候这个 像那个翻车车 每天走同样的地方 那个冷胎行驶路面 就是一个槽子 之后往里面 走的时候它那个胎车厚 它就很不容易把那个胎车刮破 所以说这也是它那个修复的地点 对 丁总我们这里还有矿花五 五九五这个冷胎吗 有啊 嗯 这个五九五 嗯 其实这款花管车 我们这里也是销得非常好 因为它跟五三五比较起来的话 这个冷胎更冷 更耕载 那五九五一般使用在哪些路面呢 基本上都是比较烂的路面 因为因为这个框花车 基本上都是那种翻车车啊 杂车车啊 基本上都是它们所用的嘛 啊 所以说 呃 它从 指口 自身重量 啊 比五三五六更重 指口更厚 它的使用时间更长 所以说 五九五六出来之后 很大一部分司机啊 都新来五九五 所以说针对 呃 司机这种心理 我个人感觉啊 所有的司机 基本上它还是讲质量 质量好 更有事实